某天下午,狐狸猫正在整理最近拍的照片和影片 想起上次录影时,让它学到了 增加接触火源的表面积,可以让鱼肉熟得较快 而后来,和小树蛙一起制作的有趣弹力蛋 则让它学到,浓度较高的醋酸,可以让蛋壳消失得比较快 狐狸猫好奇地问一旁的小树蛙 除了表面积和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反应速率吗? 小树蛙笑着回答 你先想想看,为什么在家可以轻松做出美味的烤鱼 但露营那天却无法在相同时间内把同样大小的鱼烤熟呢? 狐狸猫想了想,说 呃...因为当天营地的火比较小 没办法像在家里一样,很快就把鱼烤熟 哦,所以温度也会影响反应速率吗? 小树蛙点点头说 没错,不过口说无凭 不如我们明天一起去学校做个实验吧 狐狸猫开心大叫 耶,我最喜欢做实验了 隔天一早,它们便迫不及待跑到学校实验室 小树蛙说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温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实验 流带硫酸钠与盐酸反应后会生成硫的沉淀 所以透过改变温度,记录不同温度下 等量沉淀的流生成时间 就可以作为温度影响反应速率的依据了 狐狸猫好奇地问 流带硫酸钠是什么? 以前好像没听过 小树蛙说 流带硫酸钠又称为海波 一般常用于水质处理 可以用来除去水中的氯 或是作为漂白纸浆 衣物等过程中的脱氯剂 也是摄影技术中常见的定影剂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做实验咯 首先,小树蛙先请狐狸猫用麦克笔 在白纸的中心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狐狸猫很好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小树蛙解释 实验时,会把烧杯放在十字记号上 当流带硫酸钠和盐酸反应时 产生足量的流沉淀 才能够把白纸上的十字记号完全遮住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方式 了解不同温度下 生成相同分量的流沉淀 所需的反应时间差异 接着,小树蛙取出四支试管 分别加入浓度为0.5M的 硫带硫酸钠溶液5毫升 并用标签纸做标示 再取出另外四支试管 各加入0.5M盐酸10毫升 并做标示 接下来,将八支试管 同时放入500毫升的大烧杯中 隔水加热 并在铁架上固定温度计 以便于加热过程中 持续观察并测量水温 当水温达到40度C时 小树蛙先取出流带硫酸钠 和盐酸试管各一支 同时倒入放在十字记号上的 50毫升烧杯内 并请狐狸猫在溶液混合时 就立刻按下马表计时 记录生成物完全遮住十字记号的时间 狐狸猫说 40度C的时候 乘点5完全遮住记号的时间 大约是16秒 不过怎么感觉臭臭的呀 小树蛙笑着说 因为硫带硫酸钠和盐酸反应后 也会生成二氧化硫气体 闻起来就像是经过阳明山国家公园的 小油坑石的硫磺味 所以要在通风的地方进行这个实验哦 接下来 当水温加热每上升10度C时 重复上述步骤 并记录水温与反应时间 因此当水温达到50度C、60度C和70度C时 记录其对应的反应时间 狐狸猫协助将实验结果记录在黑板上 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 反应时温度越高 沉点物遮住记号所需的时间越短 也就是说 温度越高 反应所需的时间越短 表示反应速率越快 狐狸猫觉得很神奇 小树蛙进一步解释 这是因为当反应的温度升高时 硫带硫酸钠粒子与盐酸粒子的能量增加 使粒子的运动速率变快 粒子碰撞的几率也就相对提高 所以在相同时间内 发生有效碰撞的次数就会增加 反应的速率就越快 使得硫沉淀的速率也越快 所以完全遮住十字记号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现在我们利用前面所学来练习一下吧 实验结束后 正当两人在回收实验用的液体和整理器材时 小树蛙又补充说明 在实验室中 为了加速反应进行 也常利用加热的方式来提高反应的速率 而在生活中 其实也有许多利用温度来控制反应速率的例子哦 像是加油站常见的炎镜烟火标语 或是易燃物上贴的易燃标示 都是为了提醒大众 这些易燃物需要远离火源 避免因为温度升高而发生反应 造成危险 而哺乳动物的体温 则始终保持在某一固定的范围内 可以避免体内的反应太快或太慢 狐狸猫灵光一闪说 我想到了 难怪我阿嬷都说 东西冰冰箱不会坏 哦 好想吃阿嬷做的炸鱼排哦 小树蛙尴尬地说 呃 狐狸猫 你要不要先确定东西还没坏啊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重点整理 反应速率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改变 当温度升高时 粒子所具备的能量增加 粒子的运动速率越快 有效碰撞产生的几率也就越高 反应速率就会越快 最后 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涌动层融化 人们发现一只从冰河时期 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熊 不仅体内器官原封不动 连熊的牙齿和鼻子都完好无损 想一想 温度究竟要多低 熊的肉体在涌动层内 才能一直保存 而不会腐坏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在影片下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